新能源浪潮席卷全球 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 如何才能从中分一杯羹呢 大家好我是Mike 欢迎来到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到新能源这个行业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 最火的毫无疑问 就是作为新能源电动车的龙头 特斯拉 其实经过短短几年的竞争与升级 目前全球的各大汽车生产企业 都已经把未来的重心 转向了新能源电动车 范围实际上是包括了多种不同的规格 包括插电式电动车 纯电电动车 插电混合动力电动车 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等等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特斯拉 在不断增加其产能 实际上中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投入 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支持 其实更为庞大 在国家战略上给予了新能源汽车发展 定下了目标 在2020年11月 中国国务院出台了有关 新能源汽车产业5年发展规划 设定到了2025年的汽车总销量中 新能源汽车的占比例 必须要达到20%的目标 该规划还呼吁增强新能源汽车的研究 改良电池 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 并且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还作为公共部门 全数配备了更加多的新能源电动车 其用量 并且力争到2035年 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销售的主流 只在如此举国之力的支持下 中国的各大汽车企业才愿意投入资金和人力 去研发和欧美车企来竞争 正如我在几个月之前的一篇文章里说到 如果我们按照目前2025年规划的目标 汽车销量20% 如果是新能源的汽车 按照去年2020年中国销量汽车是2500万这个数据 20%就等于是500万辆 我们即使是按照一辆以20万人民币来计算 500万辆也就意味着2025年 每一年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将能够达到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基数 同时它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蛋糕 同样在欧美 尤其是在欧盟 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以及他们的计划显示 欧盟国家将在2035年之前实现燃油车禁首目标 以禁令也针对于混合动力汽车 北欧国家挪威甚至于把这个时间表示提早到了2025年之前 换句话说 即使自从现在开始计算 全球大部分车企都只有14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产线 以适应日益增加的新能源汽车需求 有可能朋友们会觉得 现在的汽油车和柴油车已经运行上百年了 为什么在过去的短短5年之内 全世界就突然开始改变态度 以极快的速度来拥抱新能源汽车呢 其实这个答案在新能源汽车光是名字上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新能源自然对应的就是传统能源或者是旧能源 那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要加速放弃传统能源驱动的汽车呢 其本质上就是对于传统能源供给方面的忧虑 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主要汽车销售地区是以日本 美国 中国和欧洲这四大区域为主 除了美国石油在最近因为页岩油的研发而可以做到自己自足以外 其他三个地区都依赖了大量的进口石油 而世界主要的石油生产地区又集中在中东和俄罗斯地区 这就造成了其他世界各国对于传统能源的缺乏和担忧 我们也看到世界物价以及通货膨胀越来越高 油价也在不断的上涨 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的追捧 也是来自于其对于传统能源受制于别人的一种不满 其实类似的核心问题还表现在了最近在中国和印度发生的大规模缺电现象 我们知道大部分中国和印度的发电厂依然是以火力发电为主 因此需要大量的煤炭和天然气来作为发电的资源 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又无法控制 因此在未来几年之内 中国和印度也势必将会把发电的动力来源更倾向于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以及核能发电 等不需要进口大量资源就可以实现自己运行的发电模式 上周召开的2021年G20峰会 以及之后的气候峰会上 世界各国领袖也一致表示了 将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以放慢全球的变暖速度 这对于碳排放量来说 主要它就是来自于煤炭石油等大规模资源的开采和冶炼 以及传统的汽油和柴油汽车的尾气排放 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普及新能源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利益 新能源的普及和推广过程中 哪些行业或者企业会因此而受益呢 答案毫无疑问它并不是唯一的 在新能源这整一条产业链中 因为政策获利的行业将会很多 从基础的材料供应商 例如各大矿企和能源企业 到中间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比如电动车的电池和芯片供应商 再到最终的中端产品供应商 比如说中美各大知名的电动车生产企业 我们知道一辆电动车从组装到出售 中间的利润呢 其实是被各个行业和企业所瓜分 如果销量足够 相对来说获利最大的无疑就是车厂本身 因为假设每个零件供应商 给不同车厂的零件价格 它的差距可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是每个车厂的汽车价格本身 却可以相差几倍 甚至于十几倍 这中间大量的利润肯定不是在零件厂 但是就算不是暴利 只要订单量足够大 同样也可以产生惊人的利润 之前中国给苹果公司提供的二级供应商 例如充电器耳机 甚至于一些基本的塑料件等等 这些上市企业 也会因为和苹果签订销售订单 而股价暴涨 几年前的苹果效应 如今就准确的又一次发生在了特斯拉的身上 作为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龙头 目前特斯拉的股价市值 已经远超于其他任何一个汽车厂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零件供应商 可以和特斯拉签约 其股价也会发生暴涨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尤其是在澳洲的朋友们来说 目前澳大利亚所产生的新能源企业 在产业链中依然主要扮演着低端的角色 具体来说 主要就是集中在 由活力发电厂改造的天然气生产企业 以及电动车企业所需要的锐矿和镍矿 在股票的选择上 天然气企业在澳洲主要集中在 WPL和STO上 在锐矿企业中 澳洲则以ORE、MIN和PLS为代表 另外多说一句 大家都知道电动车是需要锐电池 但是由于锐电池本身 又有几种不同的组成方式 而未来世界的主要电动车厂 都会把锐电池集中在磷酸铁锐电池和三元锐电池 这两种产品上 而特斯拉更是在今年宣布 未来特斯拉旗下的主要汽车 都将会使用的是磷酸铁锐电池 因此大家在这条产业链上寻找合适的公司时 一定要注意 锐电池到底是用的哪一种技术规格 并非是所有的锐电池 都可以满足于现在的电动车发展 说到了这个锐电池 我们再说一下锐电池再往下一集 是电池生产企业 目前世界的主要电动车电池供应商 从排名高到低 前五名分别是 宁德时代 LG化学 松下电池 比亚迪和三星 因此大家如果想 主攻或者是投资在产业链的中间部分 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较小 但是回报率可能也并不是那么高 电池供应商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说到最后的中端产品 我们知道以目前世界电动车的销量来看 特斯拉毫无疑问就是行业的翘楚 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 还有众多的电动车企业 值得我们去关注 咱们说一句笑话 经常有客户问我 你觉得电动车企业哪个好 是买龙头的特斯拉 还是选择新一代的 像蔚来小鹏这样的新型企业 我一般都会引用网上段子手的回答 说到只有小朋友才会选择到底要哪一个 我们应该全部都要 事实上从专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他们所投资的其实是一个行业的整体 因此不论是从风险分散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同时兼顾保守与激进的投资风格也罢 一个大型的投资基金 通常如果要投资电动车生产企业 它会投资在多个厂商中 以做到最大化利润 以及最小化的风险 最后就我个人而言 我比较看好的电动车生产企业 对于美国的企业主要就是在特斯拉 以及最新势头正猛的Lucid Moto 这两家企业中 中国的电动车企业 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蔚来小鹏比亚迪 以及在过去的12个月中 风头非常猛的 传统汽车制造企业 旁城汽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